聖誕節 我很佩服黃玉瑋 因為他是個很認真負責的人 去年聖誕節的時候 他統籌了聖誕書固執和聖哥比賽 他獨自一個人 就完成了一隻非常驚喜的鳥 手藝非常精巧 聖哥比賽的時候 他負責指導男生的音符 當我們練習不順利的時候 他會在前面打開指 讓我們順利找到節奏 最後讓我們順利站上台 我認為黃玉瑋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 他不僅代表學校參加米男女演講比賽 小論文的獎比賽外 在畫畫方面也獲得不錯的成績 另外他非常的為班上 擔任許多班級幹部 例如班上等 只要他所負的事務 總是可以非常順利的完成 一開始認識他的時候 不覺得他怎樣 那時候才知道他是個平學兼優 什麼都會的同才 黃玉瑋這麼久 我一直都覺得他是一個很有時間觀念 用語心慧的人 他每天四點半就會起床 做好早餐 打理好所有事情 再去學校上課 而且晚上回家的時候 還會做晚飯給自己的爸媽吃 我跟你講他是超級苦的 他有很多樂器 他會鋼琴 小提琴 口琴 肅琴 他會中國笛跟索娜中西合併 超酷 音樂材質小微厲害 我一直很尊敬黃玉瑋 因為他在各種方面都具有領袖才能 在各種體育比賽他都參與其中 尤其是累球比賽他自己身兼球員還有教練 然後每節節育課親自下來 直到我們該如何去比賽 到這我們得到了人球第二